過去國民政府、國民黨執政時代 他做了幾件可能不利於我們國民的事情 但是他也做了很多有利於國民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把五千年來中華文化的遺產保障 全部把它搬到台灣來 這個等於是把中國大陸的這個金雞母 把它搬到台灣來 讓我們可以說發展觀光一個非常大的潛力 發展這個可以獲得財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產 文化的遺產 第二個他保存弘揚的中華文化 提高我們的國民的人民素養 這個部分的話也可以說是不可忽略的一個貢獻 第三個好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大陸的傑出人才 來台灣建設台灣 讓我們台灣的經濟各方面能夠繁榮 這個威權的象徵已經淡薄喪失了 人民都不負技藝 取而代之的變成一個歷史文化古蹟 我們今天如果把這些歷史文化古蹟全部把它破壞掉 我們要怎麼樣來吸引我們的觀光客 我們觀光客有很多人來台北他要看什麼 他要嘛去故宮 要嘛就只好去國務紀念館跟中正紀念堂 沒有地方可看 你現在把這兩個地方都拆掉了 那只剩下故宮博物院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反而傷害到我們國家的一個財富 永續的發展 而且師類的族群 讓大家的感情 這個社會沒有辦法祥和 這個因為有國民黨的執政才有民進黨的執政 這個好像是一個兄弟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母子之間的關係 因為國民黨表現太爛了嘛 我們民進黨才能夠執政 所以我們應該還是要感謝國民黨成就了民進黨 就不能夠趕盡殺絕 因為國民黨也沒有 也罪不致死 也罪不致死 因為他對台灣還是有貢獻的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比較秉公公正來處理 那像剛剛陳老師講 就是說 我很難想 我很難想像就是說 很多人會說 啊50年代那時候國共還在內戰啊 所以 蔣介石為了這個 亂世用重點 保衛保島 自由台灣嘛 那所以有戒嚴有其必要 那你如何解釋55年 整個50年代中期 以前 50年代中期 韓戰後來開始 美國巡防 台灣海峽 蔣介石已經政權獲得鞏固 然後 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也已經幾乎全島都被殲滅的情況下 他繼續的去維持了將近 整個台灣將近40年的戒嚴 然後去講 他功過病程 人的生命 人的自由 青春尊嚴 好幾代的台灣人 失去了可能性的發展的機會 你把他跟 台灣前淹角木 哇 這個 成為這個經濟發展 現代化的推手 來並存 然後說他功大與過 所以今天我們不應該做轉型正義 或者說這個就是清算就是報復 我非常難以想像 會有人可以在 郭阿姨 然後在 張英雀前輩的面前 在這些失去了 就是父母 然後兄長 這個張總幹事的那個家裡 有好幾位受難者 我很難想像會有人在他們面前 去說 這是 為了觀光 為了蔣政權 帶來多少人才 請陳教授 Google一下 雷震 英海光 這些蔣介石帶來的人才 蔣介石怎麼對待他們 那這些人本來可以在 台灣 為我們的 集體生活 為我們的政治生活 為我們的公共生活 帶來什麼樣的貢獻 前面有陳清秀教授 就提到說 我們對於家害者 好像公果應該要好好的衡量一下 那我對這樣的說法我也不同意 那很簡單 我就問說 一個教授如果他發表了很多論文 那他很有功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折疊他的罪呢 意思是說 他可以殺死一隻貓 還是他可以打一個人 還是他可以殺一個人 或者說有一個總統 他很有功 那功勞 我們是可以去怎麼算呢 是說 他可以殺一個人 還是殺十個人 還是他可以殺十萬人 還是他可以殺一百萬人 我們要不要這樣想 如果 如果這個真的是一個 刑法上的 我倒很想知道說 刑法上有哪一條說 我們對一個加害者 先看看他有哪些功勞 我們開始列表 然後我們再看一看說 這個 他可以減多少罪 他十年可以減到零 還是他殺了人 就不用負責 還是怎麼樣 我完全不能明白 這個在法學上 法理上怎麼樣站得住腳 哪一個功過相抵 我完全不能明白